本地客戶 其實我們是最早下來的一班代理 2002年,即是下來開店 當時整個歐斯典島只有三間地產代理 而當日的客戶 我們會以本地客戶為主 自從2003年打後 我們日漸見到多了一些國內客 一全十、十全八 都開始將九龍站整個概念 帶回國內 所以有些同事都會選擇去 收讀一些公司提供的普通話課程 我們亦都將部分門口的船單張 一些可能Display的字樣 轉為一些簡體字 方便國內客人去理解 以及吸引到他們的眼球 內地客推動 九龍站上階屋苑也水漲船高 現時擎天半島 九起步價都要三萬二元呎 海船門、均林天下 乘五萬元呎都是等閒事 指引在維港旁邊 今日工程處處的這片用地 未來亦都基於處處 港深港正式通車 長達26公里 我們香港段來說 14分鐘會去到深圳北福田站 48分鐘會去到廣州南站 隨著距離拉近 人流亦都增加 我們預計有很多內地的客戶 他的眼球都會集中在這邊的住宅物業 上階就規劃作寫字樓和商場發展 預計會釋出316萬呎樓面 比起全港最高雙下ICC的規模還要大 成為另一個商業區 迎合轉變 籌備當年的西九文化區 也都漸見初形 包括有世界級表演場地 成為戲曲中心 展出20和21世紀 藝術、設計、建築的Mplus博物館 以至地皮南面 亦都落實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誓成為國際級綜合文化藝術區 本身那個規劃 整個文化區 它會不多於20%是這個住宅項目 西九的住宅數目 大概會有180萬呎可見樓面 倘若以1000呎實用面積來計算 最起碼會有1500個單位 將會在該區落成 吸引內地客 還因為香港救脈天堂美月 在這一區最能夠彰顯 九龍站的商場Elements 提供了100萬呎的商業樓面 所有世界各地的名店都想進駐進來 深圳機場巴士站就在圓芳裏面 點對點就由圓芳直達深圳機場 音樂 開電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